马来西亚第一大中文报章 新州日报的总编辑郭清江 专程来台拜访正言上人 分享他特别开了暖势力专办 报道好人好事 大家都是在互联网在手机上 去接受这个碎片式的 让这个社会更加两极的内容 我们把这个大爱 把这种精神放 传播给更多的人 相信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能够激励人心的 马来西亚实业家林伟才及陈志远 也发挥软实力激发出 更多实业家的大爱 带着他们来到花莲 亲近慈悸的核心价值 在慈悸很多很多的 我们的义工都非常的 会说非常的伟大 放下很多的工作生意 来为社会付出 我希望内心有感而发 会跟着慈悸上人的路线 尽量的贡献社会 冰岛前总统葛林姆森 也透过林伟才及陈志远认识 慈悸分享对气候环境变迁的看法 种种故事的分享 正言上人也期许 大家应该把握生命付出 生在福中还能造福 期待人人日存善念 启发生命的价值 带来新闻 谢云上温国家 欢迎报道